大家好,今天用豆腐做一道美食 豆腐选用这种老豆腐,豆香味比较浓 下面把豆腐捣碎 捣成泥,放一旁备用 西红柿用开水烫一下,然后把皮去掉 再切成大块,放一旁备用 丝瓜去皮后切成菱形片 再准备一大碗清水 放少许盐 把切好的丝瓜片放入淡盐水中浸泡 这样可以防止丝瓜氧化变黑 洋葱先切成丝 再切成小丁 尽量切碎一点 切好的洋葱 放在豆腐上面 再切一点胡萝卜 也切成小丁 切好后放在豆腐上 把提前剁好的肉馅也放进来 放适量的盐和胡椒粉 一勺蚝油 一勺老抽 一勺料酒 两勺芝麻香油 搅拌均匀 再打入一个鸡蛋 再次搅拌均匀 最后放两勺玉米淀粉 顺一个方向 春分搅拌上劲 这样做出的丸子不会散 锅里少放点油 放葱花 炒出香味 放西红柿再加点盐 这样能加快西红柿成熟 快速炒出汁水 放入切好的丝瓜 炒两分钟 然后倒足量的热水 大火烧开转小火 保持锅内的水微开状态 开始下丸子 这样下的丸子完整不碎 等丸子熟化定型后 轻轻推动几下 改成中火 丸子飘起后 再煮四五分钟就可以了 然后放胡椒粉和芝麻香油 给汤调个底味就可以出锅了 汤里加了丝瓜 味道很鲜 酸酸的很开胃 丸子也营养丰富 我家孩子平时不喜欢吃豆腐 这次竟然吃了一大碗 喜欢就做给家人试试吧 这下宝 下宝 这下宝 我们下期的